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流年备和喜记相反 我们一般在流年只要一进来的时候 通常他当然是扮演的一个角色 他有可能是好的 也有可能是坏的 假如是用神当然是好运 但祭神的话 他当然就是坏运 但是假设你的流年是被大运 或者是本命合走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个流年是被合住的 这一种喜记 他会变成用神变祭神 祭神变用神的一种特殊现象 所以你不要说 好高兴 我的用神出来了 结果他被合走 完蛋了 不但没有用神的特点 反而还会出现他会很糟糕的一种情况 所以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今天就跟各位讲到流年被合的这种特质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